我叫板娘小微 一名幸存者 最近啊 这家里的人气是越来越低了 也没人来跳楼了 是也没人来跟我斗情了 家里蹦踢有多冷情了 要不是现在还有小伙伴 跟我预定武器的话 你们说 我这孤家寡人的 可怎么干得下去啊我 虽然我知道 这么一天之后 确实没什么可玩的了 我也知道 你们不像以前那么喜欢我了 可以 没关系 我都不怪你们 可 各位壮士 退休之前 能不能先把我的95都给买了呀 好了好了 我闹了 不过呢 在经过我不停的 发世界邀请之后呢 家里的人啊 总算是又多了起来 这样看来的话 我这周的饼干地毯 又有希望了嘛 实在不行的话 我二楼再加上几张床 大家以后就都住在我家里得了 我这电梯怎么了 这么升到一半就不动了 我去 记得当初玩跳楼机的时候 就有人说过呀 要把我家电梯给玩坏 我当时还不信 可你妹的 这 还真能给玩坏了 你敢信 小伙伴们 你们的电梯也这样的吗 这我要找谁去修啊 话说官方 这也太可人了吧 卖的时候可没说会坏呀 可现在连个售后都没有 这就太过分了吧 插屏 推货 还有啊 自从超家机制改了之后呢 现在都没人来拆我家了 你说气不气 看来我这家里人气越来越低的原因 也是你们造成的呀 What 哎 算了 没户刷了 这些邮件留着也没啥用了 那就删了呗 可你妹的 我的手不知道怎么了 最后一个邮件 我竟然点了复仇 你敢信 嗯 得 本来我想着呀 来都来了 拆两个箱子就走人了呗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就太让人崩溃了 嗯 本来我是闷着头拆柜子的 身边呢 来了个人 但人家不动手 咱也不能主动挑事啊 对吧 嗯 可当我拆到一半的时候呢 这个人没有任何征兆的 就对着我轰了起来 你敢信 哎呦喂 还好我反应够快啊 直接反手就把他打倒在地了 差点我就凉凉了 这是什么情况呀 咱也不知道 咱也问不了啊 可正当我准备 把他扶起来的时候呢 外面竟然又有人拿炮来轰我了 你说气不气 我去 老虎不发威 你们当我哈喽KT呀 今天我就让你们知道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来一个我杀一个 来两个我杀一双 等我加好状态 就是你们的死 我去我去 哎哪里打我呀 哎这也太疼了吧 我 我就这样被人按在地上 被摩擦了起来 太丢人了 话说以后我再也不装 再也不拆家了 再也不改了 我真的改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我们下期节目的 我们下期节目的 我们下期节目的